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有民歌天后之称的郑怡 在费祥深情唱着小雨来的正式时候时 一与李宗盛分手的郑怡收拾好了心情 再次创造了自己辉煌的事业 然而在1991年的时候 郑怡又离开了歌坛 那个时候还太早 很多人无缘听到郑怡如乐琴演奏般的声音 郑怡当初离开歌坛的原因十分简单 她说自己是一个贪玩的人 喜欢新鲜有趣的事物 当时的郑怡一直在重复出片 渐渐地就觉得不好玩了 郑怡的乐坛经历得从1974年开始说起 1974年 台湾民歌运动拉开序幕 次年 新鲜唱片创办了金运奖青年校园民歌大赛 鼓舞年轻人自己创作 演唱自己的歌 金运奖可以算是最早的选秀节目 由于在暑假举办 奖金又高 大学生趋之若鹜 郑怡这时还在念高中 还未萌发要去参赛的想法 那年 台大举办了一次露营活动 在台大读书的郑怡的哥哥 带着郑怡一起去参加 于是郑怡认识了也在台大读书的琪玉 那晚的景象 郑怡终身难忘 在苗栗的湖山 一群人围着萤火 琪玉拿出一把吉他唱起歌 歌声与山间的雾气一起在四周飘荡 一时间 郑怡觉得整个山里都是精灵 奇妙无比 1978年 琪玉参加第二届金运奖歌谣大赛 夺得冠军 推出首支单曲 由台湾校园名谣最重要的电机人之一 叶佳修创作的《乡间小路》 同年 郑怡考入台大考古人类学系 次年 琪玉发行首张专辑《橄榄树》 读完大学一年级的郑怡去参加了金运奖 郑怡没有复制学姐的风光 在比赛中落选 没想到几天后 在家享受暑假的郑怡 突然接到星格唱片的电话 邀请她来录唱片 第三届的金运奖比赛 从副赛开始 星格唱片发现有很多优秀歌手 所以他们决定从副赛里 跳一些歌手 录两张金运奖的选集 郑怡就是其中之一 之后 郑怡又录了一张金运奖选集 唱了一首《威风往事》 郑怡的音乐之路由此正式开启 郑怡刚进星格唱片时 公司举办了联谊活动 在活动上 郑怡第一次见到王力宏的叔叔 也就是《龙的传人》的原唱 活动那天她很早到 在高楼上面跟他们挥手 她说 你们千万不要爱上我 我可是有女朋友的 看到这人如此自恋 郑怡转头就抢走了她的一首歌 郑怡抢走的那首歌叫《月琴》 被视为台湾现代民歌的标杆 《月琴》由赖西安作词 苏莱普曲 为纪念台湾民间老艺人陈达所作 苏莱和郑怡同期出道 创作才能极佳 蔡琴的《你的眼神》就是她写的 她和郑怡住得很近 没有新的创作总会喊郑怡过来听 1980年写出《月琴》 苏莱想把这首歌拿给李建復唱 《月琴》曲意幽远深沉 歌词哀伤厚重 郑怡听过后十分触动 要苏莱给她唱 苏莱有些犹豫 觉得19岁的郑怡唱不出歌中背负的责任与使命感 待郑怡唱弊 苏莱改变了想法 录音时 郑怡提了一个建议 将副歌再唱一段思想起 放到第一句 这样会更有震撼力 如此一调整 郑怡婉转的高音一开口 就颇有识破惊天之势 《月琴》一出 震惊歌坛 出完《月琴》 郑怡想出国读书 唱片公司舍不得放她走 跟她商量说 你再出一张唱片 出了就让你出国读书 这第二张专辑 就是小以来的正是时候 这首歌把郑怡和李宗盛 《小虫》串到了一起 1983年 王力宏的叔叔 已经入伍当兵 认识了很会写歌的陈焕昌 陈焕昌因为服役 刚失去了一段 蠢蠢的爱情 心疼难当 埋头写下 小以来的正是时候 恰好王力宏的叔叔听说 郑怡的新专辑 欠一首主打歌 就把陈焕昌 推荐给了郑怡 郑怡记得 那天见陈焕昌 陈焕昌抱着厚厚的 一本歌本 一手手地弹唱 弹唱到小以来的正是时候 真情实感打动了郑怡 郑怡正式录制专辑的时候 制作人不见了 公司不得不 让初出茅庐的李宗盛顶上 据说 此时李宗盛与郑怡 已是一对恩恩爱爱的小情侣 在音乐制作方面 尚处于初步摸索 与尝试阶段的李宗盛 能担当他的制作人 很大程度上 是他大力举荐 李宗盛相当成功地 捕捉到了郑怡声线中的 玲珑剔透 高亢婉约 整张专辑让人听起来 十分亲切 干净 自然 专辑推出后 口碑 销量 大获成功 李宗盛和陈焕昌 借此打响了名头 郑怡更加不能出国读书了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专辑中 李宗盛填词 谱取了一首歌 结束 由他和郑怡对唱 歌中的为情所困 为爱所获的情怀 并不激烈 只显得云淡风轻 这首歌亦成为 李氏对唱情歌的 经典之作 接下来 李宗盛为郑怡的 第三章专辑 写下一首情歌 叫做 《去吧我的爱》 这是当年青春显示电影 《小爸爸的天空》的主题曲 郑怡动人的歌声 搭配电影 描述高中生未婚生子 却因为环境现实 无法在一起的劲爆剧情 感动了无数少男少女 前后不久 李宗盛和郑怡的爱 就真的去了 结束了 有一天深夜 苏来接到郑怡的电话 郑怡在电话那头 说不上两句话 就哭了 后来 苏来在郑怡出第四章专辑时 写道 感情的煎熬 让她脱胎换骨 郑怡的第四章专辑 《苏醒》 诞生于1985年 唱得尽是从爱恋幻灭中成长的心情 这一次 郑怡决定成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者 写了两首歌词 《早起的太阳》 与《最后的开始》 相互呼应 仿佛是示意自己向往事挥别 迎向另一段人生 不过 专辑虽名为苏醒 但除了早起的太阳及小小孩之外 大多是有着浓重伤情意味的歌 衰老的模式 离别的时候 爱的期许 生命的挚爱 及最后的开始等 每首都在阐释离别哀伤的心情 其实这样很寻常 这时的郑怡 也只不过是个24岁的女孩 郑怡发行完苏醒后 另投新东家 推出大受好评的《想飞》 接着推出一张翻唱老歌的专辑 《行行重行行》 暂时退隐歌坛 短暂离别后 郑怡带着心情强势归来 《心情》是由拍摄广告的 知名鬼才导演卢昌明所写 歌曲用在《洗发经》广告中 歌词描写了女生忽情忽语的恋爱心情 邀请当红少女团体 红唇族的丁柔安主演 唱片公司还派出大队人马 到非洲拍摄音乐爱情故事 《洗发经》广告播出后造成轰动 郑怡紧接着发行《心情》专辑 专辑发行是在一个星期六 地点在台湾中华路 是唱片行云集的地方 当天每一家唱片行都在播放心情 到下午所有唱片行的心情都被卖光 用今天的话说 郑怡是当之无愧的歌坛流量天后 然而正当唱歌事业正顺利的时候 郑怡却毅然地离开歌坛 去主持广播节目 1991年的天堂成为了她目前为止 最后一张个人专辑 郑怡逆了发专辑之后 就准备换个行业 后来她发现做广播很有趣 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对象 可以访问他们 去了解他们的音乐和他们的故事 郑怡自己也是歌手 她怕自己不能很客观地去介绍访问对象 所以当时做了一个选择 只做广播 在广播界 郑怡做主持 做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能言善道的费玉卿 对她连连称赞 1995年 王力宏发行个人首张专辑 情敌贝多芬 从而进入歌坛 王力宏是郑怡老朋友的侄子 曾经上过郑怡的节目 郑怡对朋友这个英俊的侄子 十分喜欢 还把她的照片贴在床头 2000年 周杰伦出道 团队安排周杰伦上郑怡的节目 对郑怡百般拜托 照顾这位新人 2002年 郑怡和家人一起移民加拿大 起初 她为了工作 一个人两地飞来飞去 这样过了两年 她自觉长期与家人分离 又错过孩子的成长 不是一个家庭应该有的模式 于是她把台湾的所有工作辞掉 在加拿大 她没有明星的光环 从学校的义工妈妈做起 再到后来开面包店 在加拿大待了很多年 郑怡已经不想唱歌了 但是陆陆续续 她遇到世界各地很多歌迷 他们告诉她 你的歌曲影响到 我人生很重要的时段 每一次歌迷这样的话 都加深了她的感动 我想 既然我影响到了这么多人 我就不能不唱了 2015年 郑怡就回到台湾 在台北举办了 人生中第一场演唱会 在许久之前 台湾民间老艺人陈达 背着一把残疚的老乐琴 穿梭在大街小巷 孤独落寞地唱着思想起 郑怡2020年4月 在北市民生小区 开启方妮的小吃店 经营一段时间 原本已步入轨道 没想到这波本土疫情 来得又急又凶 6月营收惨跌 营业额调到只剩一城 索性她开店时 决定以水饺为主 在疫情期间 还可以卖冷冻手工水饺续命 体贴她的老公直说 店她一个人去就好 要她多待在家别出门 每天工作往返 再带美食喂饱爱妻 据悉疫情爆发后 她小吃店的房东 主动提出降租三成 眼看疫情未降温 再给予三个月免租金 让郑姨夫妻非常感动 深刻感受到台湾的人情温暖 令她大赞 台湾最美的风景 果真是人 如今60岁的郑姨 与丈夫一起经营 自己小店的同时 也不忘歌唱事业 重返舞台的她 也找回了当年爱唱歌的初衷 祝愿她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她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 大嘴鱼记